山海氣象時間來請教 氣象主播 宜江 不管晴天 雨天 原是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大家晚安 我是宜江 入秋以來的首播冷氣團即將報導 但是在這之前 即使受到封面影響 北台灣今天一早就轉為比較濕冷的天氣形態 尤其清晨在新北十定一帶就出現14.6度的低溫 好在今天老天爺真的很賞臉 到了下午雨勢都慢慢的停下來了 轉為比較多雲的天氣狀況 讓不巧稠密朋友可以不用淋雨 來迎接我們的台灣英雄凱旋歸來 而現在除了這場英雄大遊行已經結束了 但是如果您等等要出門或是晚回家的話 記得保暖衣物要傳帶好 因為越晚還會越冷 而主要的原因首先就透過衛星雲圖來告訴大家 那目前今天因為受到這個封面影響 其實在中部以北地區還是有零零星星的短暫震雨 那麼從雲圖上可以看到今天其實這道封面 就會快速的來越過了 緊接著後頭的冷高壓就會接力南下 而這一波冷空性也因為夠冷 所以在它附近的雲系都出現一條一條的雲階的狀況 那麼目前其實在台灣附近受到這一波冷氣團影響 導致氣溫會一路的下滑 雖然明天的預報上在基隆北海岸還有東半部地區 會出現比較零星的降雨 但是這樣的雨勢對於戶外活動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大家反而要留意的就是溫度上的變化 因為現在大部分地區都將轉為晴朗的天氣 尤其少了雲來阻擋冷空氣之下 當太陽一下山在清晨跟入夜的輻射冷卻效應就會相當明顯 尤其這個低溫是有機會達到大陸冷氣團的等級 接著我們透過下一張圖卡來看看氣溫上的變化 好圖卡上可以看到明天台灣附近的 還是吹著比較強勁的東北風 所以在西部的沿海以及離島地區 還是會來到7-9級的強震風 而在這個氣溫方面 因為這波冷氣團帶來的是比較乾冷的空氣 所以其實在早晚的時候是最冷的 尤其是在北部宜蘭以及花東縱谷一帶 有機會低溫是來到12-14度之間 局部沿海地區還會來的更低 而至於在苗栗以南地區 氣溫大致上是比較舒適溫暖的 高溫是來到24-26度之間 但是入夜之後 低溫還是有機會會降到14度左右 最多這個溫差是有來到12度 所以大家提醒這個早晚 早出晚規一定要注意溫度上的變化 而我們說到台北車站降到14度的低溫 就是達到大陸冷氣團等級 那麼降到14度是什麼概念呢 這邊也提供大家穿衣上的參考 如果說您今天是穿這個薄長袖跟廠庫出門的話 到了明天降到14度 就要換穿比較薄暖一點的毛衣喔 才足夠應付這種低溫的狀況 不過如果是居住在沿海或是靠近山區的朋友 低溫是有機會降到12度甚至是10度左右 建議大家外套之外面可以再加件厚外套 以及這個圍巾才能避免著涼感冒囉 而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山海氣象 首先看到屏東是摩丹滿洲 是多雲稻晴的天氣 最低溫是2度 高溫來到21度 泰武來義春日 最低溫是4度 高溫來到24度 三地門霧台馬甲最低溫降到11度 最高溫來到25度 高雄的園鄉地區 最低溫降到8度 高溫來到23度 加以阿里山地區7度到23度之間 南投園鄉地區最低溫 降到3度高溫來到22度 台中和平地區5度到20度 流逸日夜溫差 苗栗南莊石潭泰岸 最低溫10度最高溫來到19度 新竹關西間屬風也有好天氣相伴 最低溫降到10度以下 最高溫來到18度 桃園的新北烏來桃園復興 8度到17度之間 宜蘭大同南澳市 多雲天氣8度到19度 花蓮新城花蓮市 吉安最低溫降到16度 最高溫來到21度 壽陵及萬榮地區 最低溫10度最高溫來到19度 首峰封冰地區14度到21度之間 鳳林光復及瑞穗 最低溫13度最高溫來到20度 卓西日里富里最低溫降到5度 最高溫來到19度 台東海岸線地區要留意局部的 長震風16度到23度 池上觀山海頓延平 最低溫11度最高溫來到21度 陸野台東市北南最低溫15度 最高溫來到23度 南迴地區是多雲稻情好天氣 11度到23度之間 蘭嶼地區21度到23度 最後來到外島連江金門澎湖 最低溫14度最高溫來到21度 好最後提醒大家 從今天晚上開始到禮拜六 一天還會比一天更冷 預估最冷的時間點 會出現在禮拜四到禮拜五的清晨 溫度將會一口氣下滑 尤其平地低溫可能會降到14度以下 那好在各地都將轉為 這個比較晴朗的天氣 但是不要被太陽給騙了 外出要記得比較洋蔥式的穿搭 才能應付這種溫差大的天氣狀況 另外因為東北季風是比較強的 所以沿海風浪大 南迴地區的朋友們要留意 會有2米以上的浪高 另外最近溫度跟天氣變化也比較大 也請大家多多關心身邊親友的身體健康 以上是這一節的細想資訊 接著把時間交還給主播